一言为定 吃过午饭后 大家把围成圆圈的桌子和椅子收拾好 礼堂显得宽敞多了 小豆豆心想 今天我可要第一个爬到校长先生身上 他每次都这么想 但是一不留神 就有人坐到了盘腿坐在礼堂中央的校长先生的两腿之间 又有两个爬到先生的背上 吵吵嚷嚷的 校长先生的脸红彤彤的边笑边说 哦 好啦 快停下 可是孩子们一旦占据了校长先生身上的地盘 就拼命的粘在上面 怎么也弄不下来 所以如果有的孩子稍微迟了一步 小个子的校长先生身边就已经乱成一团了 不过小豆豆今天既然已经这么决定了 就在校长先生来之前 先早早的等在了那里 当校长先生一走过来 小豆豆就叫了起来 哎 老师 我有话说 有话说 先生坐下来 一边盘起腿 一边高兴地问 有什么事啊 要跟老师说 这时 小豆豆想把自己几天前思考过的一件事 清楚地告诉校长先生 等先生盘腿坐好后 小豆豆突然想 今天就不要往先生身上爬了吧 因为 现在要说的这件事 还是和先生面对面的说比较合适 于是 小豆豆在校长先生对面 端端正正地坐下 膝盖紧挨着先生的膝盖 脸微微地侧了一点 脸上的表情则是从小妈妈他们夸得可爱的样子 就是微笑着 稍微露出一点牙齿 看上去又乖巧又端庄 做出这副表情的时候 小豆豆不知不觉就有了自信 自己也觉得是一副好孩子的模样 先生把膝盖向前叹了一下 问 是什么事呀 小豆豆仿佛是先生的姐姐 或是先生的妈妈那样 缓缓地亲切地说 我长大以后 要做这个学校的老师 一定做 小豆豆以为先生会笑起来 但先生却没有笑 而是非常认真地问 我们能一言为定吗 先生的脸上真的显露出 希望小豆豆成为八学员老师的神情 小豆豆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说 那就一言为定 说着 小豆豆心里也对自己说 这是真的 一定要做到 一瞬间 小豆豆想起第一次来到八学员的那天早晨 那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是一年级的时候 在校长室第一次见到校长先生 先生耐心地听自己说了四个小时的话 在这以后 或者这之前 从来没有第二个大人听过小豆豆说四个小时的话 而且 小豆豆说完之后 先生说 从今天起 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 先生温暖的声音 回想起来仍然是那么亲切 现在的小豆豆却比那时更加深切地感觉到 我真喜欢小林先生 所以 如果是为了小林先生而工作 能够对小林先生有所帮助 无论是什么事 自己都是愿意去做的 先生听了小豆豆的决定 像平时一样 一点也不在乎自己掉了牙齿 高兴地张开漏风的嘴巴笑了 小豆豆把小指伸到先生面前 说 一言为定 先生也伸出了小指 他的小指很短 但是很有力量 让小豆豆的信赖感油然而生 小豆豆和校长先生拉了钩 先生笑了 小豆豆看到先生高兴的样子 也放下心来 高兴地笑了起来 做八学员的老师 多么棒的事啊 要是我做了老师 小豆豆开始想象 做了老师以后种种美妙的事情 心想到的主要有这么一些 课嘛 几乎不用怎么上 要开很多运动会 经常去野炊啦 露营啦什么的 还有就是散步 小林先生非常欣慰 要想象小豆豆长大以后的样子 还非常困难 但小林先生认为 他一定能够做八学员的老师 而且 每个孩子 每个从八学员毕业的孩子 都不会忘记童年时的心愿 所以 每个孩子都有可能 成为八学员的老师 日本的天空中 出现装载着炸弹的美国飞机的身影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就在这个时候 在停放着电车教室的八学员的校园里 校长先生和小学生 已经做出了十多年以后的约定 一直在那里 就现在请不吝点赞